央行货币政策不再宽松 中央银行昨天召开第三季理监事会议 废后决议从贴线率维持年息1.875% 这是央行年续第13季不升息 年13栋创史上第二长记录 仅次于1960年代的年15栋 假如说你要讲货币政策的立场 那么今年的货币政策立场 是比期那个货币政策立场紧一点 那我可以用中信来形容吗 也可以的 央行总裁彭怀南首度透露 多年来的货币适度宽松将转为中信 金融圈普遍认为 升息已到倒数计时关键时刻 另外由于央行财经部会联合打房奏效 近期房市已逐渐降温 成交量下滑 为避免房市冰冻 央行并没有再另推新打房措施 过央行转向关注工业区土地炒作 财经部有一招就是房地要合一克税 那现在你看得到 一至八月的全台湾的这个城屋的建植物的移转 动势已经减少了百分之十一嘛 我想特别是房地合物课税 我会把那个房屋上涨的一级细理把它打掉 我想我希望房市能够平稳下来 或者是稍微再下降一点这样 东新闻综合报导